你肯定在电影院看过许多这样的场景。 一群狂暴的恐龙在画面里横冲直撞 然后它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后,一只恐龙向你张开了血盆大口。 刚刚的画面可能会让你觉得恐龙很恐怖。 但世界上有更多物种会让你毛骨悚然。 比如说,蟑螂。 你好,我叫艾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8种比恐龙更可怕的动物。 你觉得世界上有什么动物比恐龙更可怕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古马鹿 古马鹿在大约3.2亿至2.91亿年前繁衍生息。 此时正值北美和欧洲煤炭资源丰富的时期。 虽然其他水生节肢动物在大小上超过古马鹿 但在陆地上没有人能与之匹敌。 古马鹿到底有多大呢? 科学家们相信它大概长182公分多, 约有45公分宽。 这可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森林之王啊。 由于早期发现古马鹿化石 未能保存口部器官。 所以科学家对其实性存在争议。 然而,在最近发现的化石上 消化器官部位有花粉颗粒 因此科学家推断它属于草食性动物。 虽然它不会试图吃掉你 但它在四处乱串时 还是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从它的足迹化石上就能发现 古马鹿可以快速移动和活动。 它的数百条腿有节奏的起伏 让人感到恶心和不安。 古马鹿是有史以来 已知最大的陆生节肢动物。 因此它不太可能遇上任何捕食者。 毕竟成年古马鹿在陆地上 也只有少数天敌。 风神翼龙不仅占据了 地面和水面那么简单。 想象一个站着就像长颈鹿一样高 展翅时身体约长10米的肉食性动物 在空中飞翔 这场面该有多可怕。 风神翼龙生活在白厄纪时期 是目前已知最大的飞行动物之一 且和恐龙生活在一起 甚至以较小的恐龙为食。 2013年连线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风神翼龙主要的生活方式 像是灌鸟一样四处走动 并利用1.8米长的会把植物和小动物 从地面抓上来。 研究人员认为 它们是空中优雅有力的飞行者。 风神翼龙像现代鸟类一样 有着中空的骨头。 因此虽然拥有长颈鹿般的身长 它们的体重却只有249公斤。 此外,它们巨大的双翼 使它们非常适合长途滑翔。 从化石上推断 它们身上覆盖着毛发 研究人员认为 这有助于它们在飞行中调节体温。 莱因耶克尔后是一种水生解肢动物。 这么说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 简单来说 它也被称为巨型海蝎子 这样你就知道它有多可怕了吧。 莱因耶克尔后生活在水中 长度大约2.4米。 它的身体是分段的 前面长有一对翱织 尾巴上带有尖刺 与蝎子很像。 莱因耶克尔后 用前面的翱织和复制攻击 用后面的尖来防御。 它们的翱织内侧边缘有锯齿 方便捕食经过的鱼。 最大的莱因耶克尔后 甚至有45公分长的翱织。 坦白地说 所有的版族后都长得很可怕 它们与异形电影里的暴脸虫 长得极为相似 看多了都容易做噩梦。 华齿龙 华齿龙属于蛇颈龙目里 短颈部的上龙哑目。 不过蛇颈龙和恐龙 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由于它们是在同一时期灭绝的 因此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同一个物种 但实际上它们不是。 接下来我介绍的这动物 是你无论如何都想躲开的。 华齿龙是有史以来 最强大的水生捕食者之一。 是凶猛的猎手。 华齿龙的名字来源于希腊语 意思是光滑的牙齿。 这头野兽和你的车一样重 且至少有一个保龄球道的一半长。 它们细长的下颚和极为光滑的牙齿 使被咬中的猎物几乎无法挣脱。 一些大型鱼类 例如鳄鱼、荔枝鱼、鱼龙等 它们都可能成为华齿龙的猎物。 但是 华齿龙擅长狩猎并不单靠牙齿的优势 水向敏锐的嗅觉 提供的帮助也很大。 这是因为华齿龙的鼻腔结构 使得它在水中也能嗅到气味 这样它就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发现猎物的行踪。 深陷泥潭时会不会担心附近突然有鳄鱼出现呢? 当我在泥泥的地方时 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这样的念头 我确信我不想碰到这些动物。 在史前时代 就有一种动物与它非常相似 但比我们今天所知的鳄鱼更具威胁性。 第二是一种十二米长 十吨重的鳄鱼状爬行动物 存在于1.35至1.12亿年前白鳄纪的非洲 是曾经存活过的最大型恶类动物之一。 要是这种在陆地和水之间自由移动的捕食者 想要吃掉你 那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它的头骨有1.8米长 有132颗粗厚的牙齿 且牙齿成人锥形 适合用来抓取夹住猎物。 有专家推测它们的主要猎物 可能是大型动物与较小的恐龙。 但更多专家认为第二只是一种大型鱼翅性动物。 以白鳄纪时期的大型鱼类与乌龟为食。 事实上 如果它真的能吞下像恐龙这样的猛兽 想想还是有点令人不安。 如果你看过侏罗纪世界 那你可能对苍龙很熟悉 它会像胡金一样跳出水面吃了大白鲨。 然而苍龙并不是恐龙 而且跟恐龙也没什么关系 它们属于爬行动物 与蛇和巨犀的关系比较密切。 仔细看看这张侏罗纪世界的海报 你会看到一只苍龙嘴里多了两排牙齿。 曾有一位古生物学家指出 苍龙的牙齿应该嵌在牙龄的肉质组织中 并不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明显。 难道是好莱坞的一些概念设计师 为了让这东西看起来更恐怖而设计的? 实际上并没有。 在水下抓取食物 对大多数苍龙来说是一个挑战。 幸运的是 和现在的蛇一样 它们有一种尖利的秘密武器 翼状牙齿。 专家推测 苍龙应该是用它们尖锐的牙齿 将猎物撕裂后再吞下。 苍龙是那个时代中最强悍的海洋掠食者。 它们在十万年的时间里 将竞争对象赶尽杀绝。 最终成为了远辜海洋的霸主。 提到十溪海地鱼龙 就不得不提到一件事情。 这物种于2010年刚被发现 2013年被正式描述。 这个新物种正式命名为十溪海地鱼龙 意思是以蜥蜴为食的海洋帝王。 据估计它的总长度至少为8.5米。 十溪海地鱼龙拥有一个巨大的头骨和下颚。 牙齿上长着锋利的牙齿 用来捕抓和分解猎物。 研究人员说 它或许可以猎杀 它与自己体型相似 或者比自己更庞大的动物。 是一种可以与现代古今 相提并论的生态角色。 在二叠纪末期的物种大灭绝事件中 将近80%至96%的海洋物种消失逆积了。 但这只新发现的食肉动物 生活在2.44亿年前。 也就是二叠纪至三叠纪灭绝事件后的800万年。 由此可见 大灭绝后海洋生态系统得到了迅速恢复。 梅尔维尔金 梅尔维尔金全名为 梅尔维尔利维坦金。 这只以绝种的金鱼名字寓意真的很深刻。 其属名取自圣经中的利维坦。 而它的种名则是以小说 《白金记》的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命名的。 看着梅尔维尔金的照片 你可能就知道为什么它很像现在的抹香金了。 主要是古生物学家认为它看起来很像。 然而由于它们只发现了头部 它们不能确定整个身体是否与抹香金相似。 也是 毕竟古生物不像现代动物那么好研究。 唯一被发现的头颅化石约3米长 里面有40颗36.8公分长的牙齿。 这是从现存或以灭绝的动物中 发现的最长的牙齿。 这种鲸鱼体型非常之巨大 约13至17米长。 据推断梅尔维尔金估计与巨鸭莎同属顶级掠食者。 它们以水面上的大型猎物为食 包括其他鲸鱼。 要是它们还没绝种 估计是目前所有海洋生物的最大天敌了。 你觉得世界上有什么动物比恐龙更可怕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